來到例題9.10 這題是一個聯變的百分增減題目 DST 經常出現於MC的題目 我們看看題目 切Z除X正變,切除Y二次反變 當X是10,Y是5,Z是10 A part,以X及Y表2Z B part,如果X增加20%,Y增加25% 求Z的百分數增減是多少 我們說A part也是一個很標準的題目 他說要找Z 我們看看題目,題目也很標準 又是兩句題目 第一句,讓你切範圖出來 第二句,讓你帶回去找K 但是A part 詳細怎樣做呢? 我不說了 因為第一件事,它跟前面一樣 第二件事,很多時候MC問你 它是不會讓你計算K 實際上,就算我們沒有這個K 我們依然會計算B part 我們就直接做B part的題目 首先,我們先寫一條色出來 Z等於 正變放分子 反變放分母 最後的K在分子上 K不斷遠0 我們就收拾這條色 現在我們說 X增加20% Y增加25% Z的值百分增減是多少 第一件事,它問你 百分增減你必須要記一條色 新減夠脆夠成百分子 其實我們正在對比 新值和舊值 新值和舊值 兩個數值之間的百分增減 所以現在我們想找的是新值和舊值 但題目沒有直接給新值和舊值 它只是給了 X增加了20% 即是我們知道X 由一個X變成1.2X Y變成1.25Y 那我們就開始計算了 我們就說 其實我們這樣寫是一個簡化 我們這樣寫是 真正我們想表達的東西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就說 X 新的X其實是1.2X 而新的Y 就是1.25Y 其實這件事才是這句想表達的東西 然後我們要去找新舊Z Z 舊的 我們說 舊X、舊Y 增加這條色度 就會出到舊Z 所以我們把舊的X、Y 增加進去 這便需要到舊Z 而新的Z 我們需要用新的X、Y 增加進去 如果我們可以對比到舊Z和新的Z 或是增加上色度的話 我們便會找到Z的百分數增減 但這兩個沒有辦法直接對比 我們必須要靠X和Y去幫我們 好了 這兩個其實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知道上面這兩條色跟我們說 其實 我在新的Z 雖然這兩個Z 新X、新Y 可以轉換成 舊Z、舊Z 我們的做法是把它 又增加進去 OK 我們把上面的東西增加進去 所以它是1.2X 舊Z OVER 相同地 Y也是要把舊Z 要留意,二次方是包住 代入的兩塊東西的 好,來到這裏 接著我們可以把數字 橫數字的收拾在一旁 英文字母橫英文字母的收拾在一旁 所以我們會得到 1.2 1.25 這個1.25在二次方中 所以1.25也是受二次方的影響 成為 K X Y 二次方 這樣我們可以把前面的數字 再選擇 按計算機按到 其實是0.768 接著後面跟回這東西 但其實你知道這東西 其實和這東西是一樣的 它所代表的東西,其實是舊Z 咦?我們經過一連串的運算後 我們發現新Z 原來是舊Z 乘一個小數 所以我們就說 其實新Z是怎樣 舊Z乘一個數 去改變每個Z的數值 便會變成新Z 而這個數值 我們也可以拿它和1 去做對比的 甚麼意思呢? 我們把它變成 1-0.232 我們又知道 Z乘1 會變回自己 但現在的問題 Z乘1之餘 還要減回0.232 分自己 才會變成新Z 所以我們要知道 Z 是下降了23.2%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如果這個數是一個大於1的數 例如1.2 我們就知道 如果是1加0.2 我們就知道 它可能是上升了20% 其實基本上已經做完了 不過有兩件事 你需要注意 第一件事 如果你在答一條長題目 其實一個最好的表達 都是用回我們百分變化公式 即是表示 要將舊的Z 即是這個 代回到舊Z 然後再將新Z 即是這個 代回到新Z 再用鐵書 抽出來約 計算 這個% 這是一個最好的表達 另外 由於它經常推出MC 所以其實MC 我們不需要寫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們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 通常我們會怎樣寫呢? 其實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會假設 沒有寫的 甚麼都沒有寫的 X和Y 就是我們的舊 X和舊Y 所以 直接來說 這條式就是我們的舊Z 然後直接我們計算新Z 如果MC 你會這樣做 新Z 我們會用Z點 Z點 會等於 K 然後 舊X舊Y 都要轉為 新X新Y 直接把新X新Y 寫進去 然後 你知道 在這裡做這個轉換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英文字母 是不多不少的 是全部都會再出現 所以 其實所謂這條式 變造這條式 它最大的分別 其實只是多了一些數字 所以你就知道這條式 就是 這裡所有的英文字母 其實你是不需要理會 因為反正 最後都會出現 好 解釋 寫出來 其實你要理會的 其實只是 這些數字 所以 真實要計算的 就是 我們知道 分子的數字 變成1.2倍 而分母的數字 變成1.25倍 但是 它有一個 2倍 我們只需要 計算完 這條式 出到答案 它是0.7600 然後 根據這個邏輯 去想 我們馬上得出到 它是-23.2% 再次拉